大家好 現在看到我手上這部剛剛發佈Sony Xperia 5 之前大家都在網上有傳言說會不會在今年Ever上面會有Xperia 1的後繼呢 最後出來這部Xperia 5就不是傳言大家的Xperia 2 其實它的定位就是Xperia 1和Xperia 10中間的一個中價位手機 雖然它是中價位手機 但其實這部機的規格都相當不錯的 譬如我們看看它的規格 它一樣有IP落發的防水防塵 是的 先出發一下 那就是處理器是Cockham的Skut Dragon 855 其實是一個很好 還有我想現在是一個旗艦級數的處理器 記憶體就有6GB RAM 128GB ROM 另外可以插MicroSD卡的 是的 那這個SIM卡就是Single SIM 或者Dual SIM 那如果Dual SIM就是不能用MicroSD 那不過這部機都是4G機來的 還未去到5G的 是的 那就畫面呢 6.1吋 21.9的Cinema Y的Display 那屏幕呢 就是Full HD HD OLED 那這部份呢 就會是跟Xperia 1最大分別 那部是4K螢幕 這部就是Full HD螢幕 我想在價錢上面會反映到的 那另外就是說 這部機都會 我先出發一下 看啦 我一直拋到一個片子就跳了出去 是的 這部機都會有CIP3的食物顯示 BTE 2020 啦 那當然大部份跟這個Xperia 1分別已經不大了 那鏡頭就是1200萬啦 那就有IAF的功能啦 10秒10倍的自動去焦拍攝啦 那可以拍攝啦 那它的第一個鏡頭那個 這個就是26mm的 第二個呢 就是52mm的 那第三個呢 就是16mm Super-wide 那其實都不錯 和這個Xperia 1是一樣的 那拍片一樣可以拍到4K的HDR movie啦 那前置鏡頭是800萬上稅啦 那這個就差不多啦 那聽歌來講呢 這部機呢 都有HIRAC Audio啦 LDAC啦 Dobel Admos啦 APT HD啦 那基本上都齊了的啦 那 不错啦 不過就如果你說你是用 有線耳機的 那可能你要加一個USB Type-C的 即可啦 好啦 那規格講完啦 那講一下它的功能啦 那這個功能來講呢 譬如剛才我們說Cinema Pro啦 它都是一個Cinema Pro的拍片的模式啦 那Xperia 1出了之後呢 都有一些人反而有這個Cinema Pro的Apps 其實有一點點難用的 即它們不是太習慣 那如果你是專業拍片來講呢 這個介面就不會太難去適應的 那另外就是拍照啦 那拍照啦 大家看到啦 它是有一個IF的功能啦 它製作之後呢 就可以做一個眼部對焦啦 那你現在看到我們追著對面的記者朋友的眼部對焦 那反應都快的 那鏡頭啦 這個是兩倍52mm啦 這個Wide Angle啦 這個是一倍26mm啦 那這三個鏡頭都是光學的 那另外你就可以用數碼變焦啦 我們先上一倍 那數碼變焦呢 最多呢 就去了10倍啦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畫面 那當然啦 十倍數碼變焦的 你會看到那個 那那個 在Noise 那個格子都幾鬆下的 那如果用這個相機APP去拍片呢 都會有這個HDR的模式啦 還有是16比9的模式來的 那你也都是可以選回1080x1080的1比1模式啦 那這個如果你是Eatsergram就有用啦 那另外就是可以拍4K的 那其他基本上 那其他基本上 Xperia 1有的功能這個都會有啦 譬如是21比9的Multi View啦 就是上下畫面 可以做兩個不同的APP啦 那另外都是有個遊戲的加強模式啦 那這個加強模式呢 其實它這次Sony都配合呢 就推出了一個給PS4用的手掣的adapter 那變成可以用PS4的手掣呢 去配合Xperia 1 或者Xperia 5 去打遊戲的 好 那我這個 聽按啦 那暫時來到這裡先 那遲些東西都沒有機 到了香港呢 那就再詳細跟大家做一個測試啦 好 拜拜